另外 针对提振国家经济和改善国民收入的问题 元首指出 基于新冠疫情对各行各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各方都必须做好承担和牺牲的准备 首先 政府必须竭尽所能协助受到疫情影响的工商企业 至于雇主则不能轻易裁员 国家元首期待 经济行动理事会推出总值2600亿令吉的关怀全民经济振兴配套 能够舒缓疫情对人民及国家构成的负担 不过 舒解经济压力不能单靠政府 陛下希望雇主能够同周共济 维护人力市场的稳定 确保供应链顺利操作 与此同时 陛下也敦促政府采取必要措施 改善投资审批程序 包括修改法令和提供奖业 以吸引更多有素质的投资流入我国 较早前 陛下也率领以中国议员 为站在前线的医护人员鼓掌致敬 感谢他们牺牲个人安危 为全民的利益做出贡献 Justru, sebagai tanda penghargaan negara 马里拉 马里拉 bersama-sama dengan Bett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